在海上,游轮可以说是一个庞然大物了 游轮的长度动辄几百米,排水量几十万吨 体积甚至比航母还要大 为什么这么大的游轮却只有一个小小的螺旋桨 但实际上,大型船舶的螺旋桨数量也不是一个 通常都在两个以上 仔细观察,我们能发现螺旋桨最高不会超过船舶的吃水限 它必须静默,在水中,船舶运营时才能提供动力 水的巨大浮力就抵消了船的重量 螺旋桨的最下源不会超过船体的底部 否则停泊是容易损伤 这就很容易造成视觉误差 船体太大所以显得藏在水下的螺旋桨小巧玲珑 游轮的螺旋桨直径在一到十米 都有人站在螺旋桨前 看着两三层楼高的叶片是相当震撼的 此外螺旋桨的叶片越大,制造工艺就越难 太大的金属构建会容易变形 设计螺旋桨的时候 还是要考虑全国的排水量 发动机的功率和航速等的条件 螺旋桨的位置通常都在船舶的吃水线以下 船舶底部以上既能够在水中会船舶提供动力 又不会在停泊时造成损伤 螺旋桨的加工工艺要求比较高 如果让螺旋桨变得太大 非常容易发生金属变形 这样可能就会在水中运作时发生故障 造成游轮的危险 所以设计螺旋桨的时候必须综合考虑船舶的排水量航速和发动机功率等多个条件 做出适合游轮的选择 不过 游轮的螺旋桨小是相对于游轮的尺寸来说的 实际上 游轮的螺旋桨从1米到10米都有 其高度也足足有两三层高 站在螺旋桨前面绝对会感受到自己的渺小 中学地理我们都学过 海洋运输的优势是运量大费用低 这是因为运输船的航速慢通常为13到17节 也就是23到31千米每小时 游轮只用一个螺旋桨是单发动机单轴的动力系统 既能节省燃料和空间 增加运力控制成分 系统十分稳定 唯一的缺点也就是慢了 我们再来说说 为什么大多数游轮商船只有一个螺旋桨 而军用的舰船都是多个 军舰的主要作用是用来战斗 因此 它的反应速度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 军舰需要搭配多个螺旋桨 以燃料换速度 更好地发挥它的作战功能 由于游轮与军舰的作用不一样 军舰可以为追求高航速而容忍 但是 霍轮就需要考虑这些空间节约下来 可以增加运力 所以 不同的螺旋桨配置 也是理所当然了